今天去港巴县城里面办编房证 我跟大家说一下 全天是女徒弟开刀 看一下这是我的编房证 这个是我的有贴了照片的 那我这个是一年的7县的这个物工编房证 那这个是她今天办的 她昨天前两天不是去办的那个叫啥 去赞助证 然后今天去办编房证的时候很麻烦 因为在县里面办还是办得了 因为她要你以前办过编房证没有 以为是通过关系来的 但这个很正常 就说来说去就办了一个月的哈 只能办一个月的在港巴县物工的 她非得叫我拿去年那个编房证来 把我过去的但是没有了扔了 才能办这个我说得把它扔了 她说我说丢掉了我去哪里拿了 她说你叫他们给你造一个像来都可以 我说丢掉了叫谁造了 好了这个不说了 这个只管一个月 而且只在港巴县内有效 港巴县活动 也就是说离开港巴这个边境 其他地方就没有用了 所以说现在有个问题是 还是该再次去办 本来说我是想说带着她去趟亚东 或者说去趟陈塘沟定节线那边 但问题是这个边防证去到那边没作用 跨线都不起作用了 只能够回到那个 还要回到日科德市里面去办 办其他地方的边防证 所以说就很麻烦 哎呀没办法 反正这个边防证还是有用的 因为离开拉沙还是要要知道吗 嗯现在她开车的技术的话 还是可以了勉强可以了 刚刚会推的时候 她不知道踩离火器 把刹车踩出去就没起火了 不是我这让她在这弯弯 反正现在在路上开车的话 基本上可以操作操作了 好开的好 我也不说她什么起步嘛 现在起步我感觉到比较平稳 她也知道去换档 起步之后马上换到二档 这一点说真话还是多练习 确确实实是有好处 现在她练习的还算是可以哈 正常在路上开没问题 她主要是倒车的时候找不到一个方向感 这种慢慢来吧 一下子不着急 你看她现在速练的 刚刚起步几分钟时间 她就从一档换到四档来了 可以很平稳而且很平稳 我在车里面就不用说什么哈 只是说没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就不说什么了 还可以这个土地的话 出师可能还 哎呀你还直接挂五档了 你不得了耶 四档挂到五档了 嗯 一定要记住转速跟路程 我看见了 那个里程相符合 不要转速赶到三四千段 那路表上四十码 那就非常上发动机了 冯武加党 冯林减党 啊 行行行行 已经不说了啊 你自己好好开就行了 多练习一下就行 没关系 现在已经冯林了 回去做麻花了 今天晚上吃麻花哈 这个标凡真的问题 如果说这两天看看 要不要去那个定节线的陈塘沟 啊 风景非常好的地方 海拔非常低的地方 我们想去看一下 那问题是要回日客标凡 才可以去 要不然的话这里去定节线 其实只有100多公里的 到时候看吧 如果确定有两三天假期的话 在这个标凡吧 好了朋友们 我刚刚轻轻的开车 我去做晚饭 刚刚才夸了你 你马上给我换档 你看一下转数表三千多转 搞得三四十吗 怎么跑嘛 刚刚还叫你换股档 你挂到三档里面 从四档里面 又挂到三档里面 跑得好好的 可以挂股档吗 哎 对了啥 这不就是好用的吗 哎呀 你这个操作起来 确实有难度啊 我再慢慢来吧 熟练一下 前面是一三五 后面是二四到 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 你自己多练习就对了哈 看看高原上的天气 看看高原上的天气 南天北云 风光无限 朋友们 然后有雪山冰川 哦冰川看不见了 那边人就是 前两天去的那个 去的那边吧冰川 好了好好开吧 多练习就熟悉了 这个土地出湿的话 还找 反正就 如果说是在城里面开的话 这种相当危险的 只能够说乡下车少人少 开开问题也不大 刚刚夸完 也来到一个小坡面前 他挂了四档没有冲上去 换档他就换在空档里面来了 不知道挂了三档二档 他换不来 他就直接换在空档上面 夹在一门冲到坡上就熄火了 你推什么了推 他个子推的 坡到起坡你不会吗 坡到起坡我会的 怎么起的坡 我拿那个 你踩着刹车能够起步吗 我不踩刹车它也推的嘛 把手刹拿起来 拿高一眼 这也小点啊 女后妻踩下去 踩着油门 好 慢慢送女后妻慢慢 送女后妻加油门加油门送手刹 啊 把手刹拿起来 不要踩刹车 哎呀这个坡道起步 你别闹你别闹 我来 我不闹你在这里也明天下午 你的起步不了 你别闹别闹 你踩着刹车干嘛 不能踩刹车 你别闹我晓得 你踩着刹车永远就起不了不刹 我晓得你不要开箱 屁话多 好嘛 嗯 别慌别慌嘛 我慢慢地 弄嘛 你用事 紧张我也没学过那个 好吧好吧好吧 慢慢地那个 哎呀 我告诉你我不说话 你在这里一天都起不了破 你披身正经 我不晓得咋了 我晓得 手刹也不放 要不就刹车不放 你起步的时候要放手刹 要放手刹 要放电话去 你别开枪嘛 要翻去的很 屁话多的很忙 那不开枪 你明天就起不了不 我起到不咋说 快点 嗯 你要慢慢在那里忙 你隐身 我真要起不了你 让这紧楼子 你别弄不得起步呢 今晚我那儿烂秋人公司 手刹方万 手刹 你看看你的手刹 拿得那么高 是 哦 老师儿 金就老 这个人修得咋子 那儿呢 拿着东楼子 夹住那儿呢 夹正经 好好好 我啥都不说 你是步骤你都搞不过 规御 你把脚放在油门上干啥嘛 上坡 啊 上坡你也放得了 不是放在刹车上 骑得了步吗 啊 那我不晓得的 好好好 不说了 好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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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步之后 手刹也不放 一会儿扎一会儿扎一会儿 一会儿扎一会儿 老大人一直 不要再 我不跟你说 你在那里明天你都起不了不 那你起个密书目的起步呢 我不说你搞得懂吗 我密书目的起步呢 我早搞不懂啊 好好好 不说了不说了 慢慢开慢慢开 上个坡换个挡 你提前换挡 你转在空中里面 我要是你偷离了 天天开我早就开回去 好好好 不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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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你了 有点紧紧紧紧紧紧 行行行 身那么大剩的 你耳朵不好我 好了 行啦好好好 好 安全开回去就行了 OK OK 哎呀太难了 这个练车 我这不是开得好好 行啦行啦行啦 好 开得好的 为什么上某位熄火 熄火熄火 熄火啊熄火 为什么找不到档位 哎呀,二檔依然找不到,挂在空档里面 那个KINY是整厂的意思 好了好了好了,慢慢开 现在可以换档了,换到四檔下坡 OK 安全地开回去就最好 虽然是在路上吵了一架 但是它是安全地开回来了 唯一的就是进大门那个位置 我担心它把人家的那个栏杆撞了 就是那个自动升降门 还有一个就是停车的位置上 它也知道,停车的位置 一停车,刹车离火踩下去之后 把手刹拉起来,挂空档,熄火 OK,就这么个步骤 现在开车还是基本上可以 还有一种就是方向感不明确 它转弯的时候,假如看到那个弯道转的太多了 它使劲打方向,转过去了,马上就往这边回 也就是来回的东方向 那个就太危险了 还有一个就是在路上熄火起步 换挡它不知道怎么去匹配 倒车就更不用说了 慢慢熟练吧 去做油条 我整着你的油条 麻花 哦,麻花 要走哦,赶紧接就在做饭 做饭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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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